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so far到现在看来呢 故事发生的呢 远远超过我个人的预期 其实越往后拖麻烦越大 越往后拖麻烦越大 当然在现实的环境中 很多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认识 不同理解 不同的认识 我曾经在韬戈砍封神当中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当时的阴娇阴红 咒王的两个儿子 咒王的两个儿子 他的红光 其实他的生命之光 可以阻挡女娲 那是他生命来处的力量 我后来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更深的 我当时理解不了 现在完全可以理解 那是他的生命之光 红光 所以在第一讲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阻挡了女娲 当时叫教训咒王 那一直到了后来 他经过了磨难之后 后来这个广城子 赤精子 分别把他们收留之后 那结果广城子 赤精子 派他们下山 鬼使神差的把所有自己 所有的宝贝都给两个字 都给了两个徒弟 然后给完之后 心里打鼓 说你们可不 你们得发誓啊 你们 你们会不会这个 到时候反悔了 就不灵了 你们得发誓 两个人都很顺当的就发誓了 下山就被反悔了 结果就被亲情也好 被这个 被这个 其实是被亲情了 是 这个申公报用了亲情的说法 你们俩是咒王的儿子 你怎么能反自己的父亲 就把他毁了 这份毁掉 毁掉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殷弘一毁之后 那殷交就不干 这弟弟是被江子牙杀的嘛 就不干了 所以里面都牵扯到情 那也就揭示了当初 殷交殷红从那么高的位置上下来的缘由 就跌下来的缘由 可是即使是这样 广成子 吃惊子没有看对他们俩 所以才出现了两个人的反 那广成子 吃惊子都没有看对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个人在跟大家分享说 过年前如何也没看对 没看对的原因就是 现在中共病毒的背后的因素 超过了我们能理解的 就超过超过了我们能够能够认知的 生命是有层面 我坦白跟大家说 生命是有层面 所以根本不是 我说陶哥那你说错了 他就是这样的 那我不可能是对一切什么都不可能的 真正的事情是靠感悟的 那感悟的东西是不是言语的 当感悟的东西用言语说出来的时候 就有偏差 我不知道 我希望我能描绘清楚 那我们说最通俗的 对吧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实那是一份真正的感悟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那是有灵性的一句话 对吧 此处无声胜有声 这是灵性的话 这个而不是用非常古躁的词汇 非常华丽的词汇去描绘的时候 那是骗子 那是骗子 那不是生命的 那是虚伪欺诈 那是他在你身上纵欲 他在你身上纵欲 你别乐 你可能又说 这就是为什么 昼王在女娲庙 风神演义第一讲 周王在女娲庙写了 写给赞美这个女娲的诗 他就是在女娲身上纵欲了 那诗歌里看不到任何淫秽的词汇 对吧 但当时旁边的臣子知道 大王你一定插入他 你不能这么写 他是神 你是人 那周王说了 我是王 你王也没用 你还是一块肉 你是个人 你不能用人的东西去描绘神 你只能跪在他前面 今天很少人 我觉得很少人能有这种感悟 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故事 所以我眼睛里看 这个年呢 这个年 这个年是出结果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深圳 这是今天 在知乎上排行第二 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这个大概有几百万人 不到一千人 不到一千万人看了 但这个事情 就以这样的方式悄然发生了 深圳一个医院 一周之内 今天 这是今天新闻 收了数十个脑炎患者 他里头没说年龄 哪些年龄 他没有说 都与中共病毒直接相关 那叫新冠脑炎 你要弄清楚了 新冠脑炎是否成为下一轮的主要症状 不是我说的 这是知乎上直接写的文章 今天就以这样的方式悄然而出的 我跟大家解释 讲过 会出现SARS 3.0 当然这是 还是说那话 这是由我个人的局限 但是呢 凡事件三 凡事件三 那第一轮 第一响 2003年 2002到2003 那他出现了非典 北京的非典 是因为在北京出现了活摘器官 2002天津 天津的无情总院 开始活摘器官 专门摘除法轮功学院 20年过后 所以那是 那是故事 20年过后 到了18年过后 到了2020年 人类遭到惩罚 2002年 活摘器官出现 2006年 在华盛顿DC 这件事情被揭示出来 那今天人们在说 说 共产党高官 都是换器官 当你们说的很流利的时候 当你们表达很那个的时候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人信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 还没有这个 我们在帖子上贴的 所以这第二次 就是 报应全世界 在提示全世界 那中共国 死了4亿人 死了4亿人 现在 但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却没有任何基础 能够驳斥斥它 只是说不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是我刚才在推特上看到 90后 90后 一共全国有1.7亿 但他的结婚率 只有10% 你想过 它意味着什么 90后 今天32岁 33岁 80后 就奔40了 这是一个 段子绝孙的年代 这是一个 段子绝孙的年代 那这样的统计数据 这样的统计数据 包括2021 这是2021的统计数字 包括2022的死亡数据 我问你 我问所有的朋友 有谁相信 中共的统计数据 连李克强都不信 对不对 所以 这统计数据 是统计者有目的的 当你去 只迷信自己推断的时候 这就是 活该了 我只能说活该了 对不对 那奔脑炎去 它里面列举了 非常 就是 它列举了 会引发什么样的症状 一个就是脑炎 它就解释 什么叫脑炎 然后第二个就叫脑足中 这是主要的并发症 攻击了神经系统 出现血栓 出现血栓 第三个是中枢神经系统 什么病变 咱们不懂 我只能说不懂 但是这是三种病 第四种 急性坏死性脑病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全了 然后为什么冠状病毒 会导致嗅觉 跟这个知觉 出现障碍 实际是攻击了大脑 而之前 很少有谈论这些 病毒也回家了 病毒回到了它 本该症状的本源 所以 没有知觉 是病毒 2020年开始时 就是这症状 在美国的社会 在欧美的社会就在讨论这个症状 这是实实在在的症状 所以 它就回去了 它现在才说 会如何如何 然后这里说了 导致神经系统的整个机制被摧毁 什么叫神经系统 我们就思考了 对不对 那它就 它是列举了这些 它没说 到底有多少人如何了 而在今天的香港 香港在是 今天是20号 一个星期之前 开关了 高铁打开了 开关的第一天进去了4万人 澳门也开关了 开关的第二天进去了48000人 香港澳门那么狭小 大批的95%以上的羊的中国大陆人 每天几万人 可能现在是不是上10万 涌进那个城市 涌进这个城市 却没有给这个城市 带来任何的疫情的爆发 你想过吗 你想过这问题吗 那经过7天 它的隐藏期爆发期 早已经OK 相反 在澳门跟香港 疫情的状况 都统计数据 却下来了 在开关之前 香港是高峰 开关之后没事 它不是传染病 它不是传染病 它是今天 在真正惩罚的人类社会 惩罚的 特别是对中共 与中共国人相关的 中共相关的 这是我们当初跟大家说 退党退团退退 我个人只能说 凭悟性去理解了 只能这么讲 所以它为什么 对攻击数十个脑炎 攻击脑袋呢 是中国人的思考有问题 脑袋形成三观 思想形成意识 出现了意识形态 跟着共产党的一切 在此之前死亡的 在此之前死亡的 拍电影的 大学的教授 两院院士 我们说了无数次了 死去的是 这个 专门替中共洗脑的人 我一直跟大家说 没死多少官 有朋友说 死了一些将军 那个太零星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太零星了 你看看北京 上海 天津 这些大城市 只要家里有老人的 你说是不是谁都担心 你家里有老人的 七八十岁 你就担心 哎呦我塞 这老爹岁数大了 老娘都八十了 老娘七十八了 哎呦我塞 坐家里他就养了 咋着整 是不是这道理 那今天的中共上层 全是这个年龄 所以他没有 当官的那部分 到现在我看都没有 他去攻击的洗脑 攻击给中国人形成思维 那现在这个症状 就不耐死了 真的不耐死 转而攻击现在普通的人 人们在思考 他自己讲 是下一轮中的主要症状 那还是奥米克隆吗 那不是呢 他已经承认了 3.0来了 而且攻击脑内 那跟我们看到的 解封之后的症状 他这种演变的症状 也就是 温神惩罚人的症状 是对应的 我只能靠自救 没有任何办法都没有 说句心里话 任何办法都没有 那这样的故事 还是提示的 什么时候发生 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一定会看到 而且很快会看到